今天下午呢 老师就要带大家来观察 这好像熟虎跪在家 把他敲碎吧 把他敲碎吧 我刚才闻到的是什么 闻到的是我的味道 你甜吗 你香啊 太疯狂了 你在那个幼儿园再待两天 那幼儿园就沙漠了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词 叫做探索 探索什么 探索宇宙 探索奥秘 探索奥秘 探索未来 探索是需要拿着手电筒 上哪找的这些宝宝 天才宝宝们 天天和冉冉 她们每个人现在都是一分 不输了 好 杨阳几分 我不知道 冉冉哥哥刚才说 太阳多少岁了 不知道 除了抽象派 还有什么派 菠萝派 什么菠萝派 我讨厌派 这个可是黑洞 她五岁 怎么知识面这么丰富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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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 探索其实就是去发现那些 你以前未知的 这个可不可以 我长得更好美的耶 哈哈哈 嘿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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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成长体验棍 好 给我5 好 好 好 照顾一下妹妹 来 来 来 几张几张 给我5 好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好可爱的四个孩子 来 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 大家好 我叫黄天琪 今年6岁了 我来吃大连 我喜欢大乐高 这是我的秘密 超级福度 里面有大树 房子 鳄鱼 鸵鸟 这是妈妈 天天她是一个比较贴心的小孩 她很懂事 在我需要的时候 她都会变成一个很天使的宝宝 像我平常情绪上面有什么变化 什么 她都能够第一时间地捕捉到 但是她不太会很直白地表现出来说 我想让你比如说抱抱我啊 或者怎么样的 希望她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小孩 不太会给人添麻烦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李凯阳 我今年6岁了 我来自青荒岛 我喜欢跑酷 CHARLIE VAN severely 就去 поступ 葱 这个葱 我指 Spotify IPO 凯阳呢 她生活中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孩子 面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呢 有探索欲比较强 这个好像 demasiado 并且她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让自己的意识方面 还有内心方面 都得到一些收获 我们平常带她 去她爸爸的老家乡下 她会看到一些牛啊羊啊 那些东西她特别喜欢 她还比较骄傲 回来也会跟小朋友一起分享 这个是蜂蜴 还不可以吃 来 该你了 大家好 我叫李毅诚 今天 今年我五岁了 我的愿望是当宇航员 我对黑洞对感兴趣 因为我想知道 真正的黑洞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倒没有说 太刻意地去给她 给她讲授什么样的知识 大吉他也是蓝 好的 从小她养成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看书的习惯 我们觉得她能够通过看书画 其实能觉到很多新的知识 而且其实这也是 我们一直的一个想法 我们想让她对世界 永远保有一个好奇心 她在一个穿越过黑洞的太阳戏 欢迎你 小名叫冉冉对不对 对 接下来跟你介绍自己了 来 我叫二毛 我今天三岁了 我喜欢 我喜欢西茶王 我喜欢西茶王 哎呀 叫二毛 哎 我的桂林丑吗 丑 那姐姐的呢 看看 哎哟 你好丑 哎哟哟 那我要跟小肚子做朋友了 以后不跟你介绍玩了 我觉得妹妹的性格 其实更像男孩子 很直接告诉你 我就是想要这样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不高兴了 比较直接 也比较像 可能男孩子表达的方式 姐姐的话比较像女孩 我变成公主吧 你说我变成骑士了 在她们俩的成场过程中 我比较在意 也比较注意的是要公平 今年三岁 三岁 我们怎么 现在还有 还有这么小的 我四岁 四岁 我们还有这么小的 五岁 我五岁 对 每隔一分钟长一岁 你到底几岁 我四岁 哦 今年四岁的二毛 欢迎你 欢迎你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这里依然是我们的 博瑞成长惊喜屋 这里是由 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 美赞成博瑞独家 冠名播出的 童年有季 那在我身上 身边的几位 还是一样的 主一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二毛的妈妈 我叫刘露丝 来自哈尔滨 大家好 我是黄夫夫 黄天琪的妈妈 我们来自大连 大家好 我是他们的 借琪老师 孟辰 小草老师 大家好 我是小花老师 我是海涛 今天又可以跟大家 一起好好分享一下 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的 经验和困惑 身边著名的 家庭教育专家 蓝海老师 大家好 我是蓝海 到底什么叫探索期 蓝海老师 先给我们解答一下 其实我认为探索期 是每一个人 这一辈子都会有的 我们都在不断地 探索这个世界 但对于孩子来讲 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他的探索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 零到三岁的孩子 他们会用嘴巴去做探索 看见什么新东西 就要往嘴里放 三到六岁的孩子 他们就开始探索 大自然的东西 就会特别多了 六岁以后的孩子 他们的探索就是人 所以是交集社交 对 到了青春期 那就是一个 这么大的世界 所以不同阶段 大家探索的方式 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词 很有意思 叫做探索 探索什么 探索就是探索奥秘 探索就是探索以上 探索 探索阵人和地下 探索就是探索 探索自然 不得探索 探索未来 探索是探索太空 你让妹妹说一句 探索是需要拿着手电筒 拿着手电筒 你就可以照亮远的地方 对不对 尤其是在黑的地方 手电筒能够让你看见 你看不见的东西 探索其实就是去发现 那些你以前未知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要在大屏幕上 给你们放上照片 这是什么 我也特别好奇 孩子们会怎么回答 我也特别好奇 我知道 你说 那是一个甜甜圈 这是黄青球 我就在那个红色的星球上玩 你是从那来的 我的天 那你住在那上面吗 那个上面热不热 不热 我家的太阳伞 那你从那到这来是怎么来的 是是带沙滩裙 和我的沙 是和我的水桶 坐水桶来的 穿着沙滩裙 坐着水桶 从有太阳伞的地方来到这里 乌尔蒙 我们全都住在地球上 难道你是外星人了 你知道我特别期待 跟我女儿这种鸡同鸭奖 真的我太期待这个了 你特别可爱 而且会冲动 这种纷纷的发生在三岁到五岁 太可爱了 我知道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什么 这个可是黑洞 太好了 谁都不能住在黑洞上面 因为黑洞是一个大气球 我就住呢 没有 没有 恭喜然然回答正确 黑洞 全世界很多优秀的科学家 集合在一块儿 才给我们拍到了一张黑洞的照片 黑洞是一个神秘的宇宙天体 直到现在为止 关于它的传说和猜测 还有很多很多 可是老师我对黑洞没有兴趣 因为我早就知道什么是黑洞 你看那里 那个黑布上就像一个黑洞 请那位摄像老师离那个黑洞远一点 待会连人带机器都没了我跟你 世界在宝贝们的小脑袋里是未知而神秘的 没有好奇就没有成长 爱探索是每个孩子的天性 如何才能做到尊重孩子的好奇心 激发他们的探索欲呢 满脑袋十万个为什么的成长体验官们 今天将会开启怎样令人意外的探索之旅呢 哇 那是不是我吗 对啊 那个就是你啊 我就在尔士里啦 二毛看到自己很开心 快走开他远的飞船 别别练我远一点 要不然我就打你了 什么声音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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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少女 哎呀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我去看 有人吗 哎 这灵魂在这儿 你看到我了吗 我看到了 这是什么声音啊 谁说的话 我在你的后面 嗯 我是伯瑞惊喜和 我就在你旁边 你可以抱抱我吗 好 是你最喜欢的颜色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你靠近我啦 你靠近我啦 二毛 我在这儿 哈哈哈 你可以摸摸我吗 好痒好痒 二毛开始探索这个大盒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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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熟悉的面孔 哎呀哎呀 人那个人告诉我的神秘东西 就是他呀 这这你 你能 你能把它打开吗 我也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得合作 一起 你看这性格 性格完全不一样 这给上来就弄了 我看了 得先把这个丝带撕开了 哎呀 好疼 合作上说话 很多是小精灵在里面 我充满幻想的小姑娘 这不一样 太少女了 合中合 这个难度太大了 为什么只有个 不像的 好疼 哦呦 还有一层 她的帽子 不要欺负她 她只是小精灵 哈喽 这里面有小精灵 你在里面吗 快走开 我要放大招了 你要干嘛呀 快出来 好疼 你们可以把帽子还给我吗 疼帽子 帽子 帽子就是这个 可以 我这就还给你 天天她是那种很注意细节的人 她会观察身边的任何一个小细节 你看她把帽子又给她戴上了 这个很 快把我们打开 这个人盒子会说话 麻利机器盒 麻利机器盒 你会说机器人话吗 你们别打他 不行 这个盒 你们快快把帽子给我戴上 我好冷 这样和他都会说话 我看到又有一位新朋友了 我必须和他做朋友他才可以打开 必须和他做朋友他才可以打开 为什么一起团结合作 对 说得好 我们小空已经发火了 求你了 我做你的仆人 你就把你身上打开呗 你们要一起想办法 这可能是个机器人 机器人被困到里面了 你们看看 怎么帮帮我出来呀 三本齐心协力 把他给弄出来 先观察这个盒子的特点 小门 我找到小门了 小门 小门 小门我看到了 找到小门了 小门 小门 我拿出来了一个玩具 我愿意打呢 嗨 小朋友们 你看看小瘦老师 为你们准备的是什么 是美赞臣博瑞四罐装的惊喜盒 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机 来扫一下我们的 美赞臣博瑞惊喜盒 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惊喜 我们的小朋友吃了之后 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聪明 还可以把盒子 变成有惊喜的城堡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好 来吧 四罐装 四罐装 我来负责搭屋顶 那我来负责搭这个 好 王熙还哄孩子还挺有一套的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还真是挺让人惊喜的 这个是上面的 发了一个宫殿 你们要不要听小树老师为大家唱歌呀 好 要 慢慢喜欢你 慢慢的靠近 慢慢的甜蜜 慢慢的和你在一起 慢慢喜欢你 慢慢的回忆 慢慢的陪你慢慢的闹去 好好听 好好听啊 好好听 好好听 好不好 好吃的记得跟大家分享哦 好 你怎么把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口啊 我要给你最前的一口啊 那这些咬过的苹果怎么办呢 有了 美赞成博瑞 让宝宝创造力满满 国际权威优量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 哇 你们每个人在这个刚才的探索当中都表现得非常好 首先 在刚才看片子的时候我要表扬一下二毛 二毛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 二毛说我们必须要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把盒子打开 为什么一起团结合作 对 这是二毛在刚才探索当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大家把掌声送给二毛 但是二毛我想问你 为什么一开始武艺博拿脚踢盒子 包括想把这盒子给砸开 你不让他砸 为什么 因为我怕他打伤 打伤谁啊 打伤小羽精灵 哦小精灵 小精灵长什么样 长得蓝蓝的 然后这是他的什么呢 手臂 他有个眼睛嘴巴和耳朵 那不是跟我们差不多吗 他长得像我吗 不像 不像 那他长得像他们谁 他叫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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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冉 恭喜你 你从你们三位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小精灵 就恨你 就恨你 好了 我现在要问你们了 在生活当中 你们各自对什么东西最好奇 对 叔叔我 博学 博文 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问我 然然先说 我对太空里的一些天体很好奇 你对天体当中什么东西感兴趣 什么东西好奇 你问我 我来帮你解答 好这个我回答不了 换一个其他的 还有什么 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奇的事情问我 问我 百科全书在这 巴耳鱼为什么有很多爪 什么恐龙是实际上最长的 好你们两个的问题 下一期我再回答你们 下一期 突然要难对吧 最长的恐龙 我想一想 众龙 众龙 还有地震龙 还有地震龙 老师你说错了 一个小兔子会蹦蹦跳跳台队 蹦蹦跳跳台队 蹦蹦跳跳台队 我真的跟不上你的思路二毛 说到恐龙怎么回到小兔子了 我喜欢小动物 但是 但是 但是小兔子没有比恐龙那么长啊 对 小兔子很小 对不对 恐龙有多大 应该 应该这么长 对 恐龙应该这么长 对 小兔子这么长 所以小兔子没有恐龙这么长 对不对 好 这是我坐的 这是我坐的 叔叔坐一下不行吗 这是我的位置 那你给叔叔几个位置 叔叔坐哪儿 说说就坐那儿吧 说说就坐那儿吧 谢谢 谢谢 孩子们真的都是哲学家 我们怎么就离这份天真 这份可爱和幻想力 想象力离得越来越远了 我们该怎么保护他们 首先我觉得作为大人来讲 我们不要有一个格式化的 所以保护孩子好奇心的第一点 是千万不要用大人的思维 去给孩子的探索做定义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个呢要耐得烦 因为好奇心的孩子 就会把家里弄乱 把家里弄脏 然后会拆东西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父母不要总给孩子说不 就是尽量少给孩子说不能做什么 要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 但是这个能力太高级 就真的很高级 要求非常高 所以孩子在做一些危险性探索的时候 父母都会经常说不要碰 不要摸 不要吃 那孩子就会慢慢地被局限了 因为好奇是人的本能 就比较麻烦 就是好奇心特别重 总是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层出不穷 而且就是 就是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又不够多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挺勉强的 其实在家庭里面 要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就要鼓励孩子提问 不懂就问 你不要装 就是因为在六岁以前 父母就是孩子的天 就是最牛的人 英雄就是父母 当你都能说我不知道的时候 孩子以后他遇到他真不知道的时候 他也敢说我不知道了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下午呢 老师就要带大家来观察 哇小兔子 还有乌龟呢 好那接下来 我们从年纪最小的小朋友来选择 二毛 我最喜欢小兔子 我先选小乌龟 我想要小草 除了小草之外 你还想学什么 你就不想吃棉花糖吗 小舌头动了一下 我还是要叫小草吧 棉花糖 天天不爱吃 我喜欢棉花糖 各位小朋友们 一会儿老师过来 要问你们题目的 你们名字是什么 花花花 你看这个是什么 我认识的花草可多了 这可难不倒我 它叫寒羞草 叶子会对光和热产生反应 一用手碰它 它就会害羞 把叶子合上呢 来 我们用手碰它试试看 它不出来 我没法跟它交友 给它挠养子就会出来 我只能挠它壳 这是一个壳 这好像是乌龟在家 把它敲碎吧 你看 敲不碎 你看 敲都敲不碎 硬硬的 听说乌龟最喜欢水了 只要把它放到一个潮湿的地方 去洗手机 嗯 你看它有多黄块呀 你看 它探头了 可以观察了 小乌龟有一条短短的小尾巴 像金的小爪子 你们看足够多了 就把水关掉知道吗 咱们去观察小兔子 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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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咋还抢小兔子的食物呢 小兔子我请你吃好不好 要吃青草 咱们去加一点青草回来吧 OK 看我吧 够了够了 咱先别光顾了 事先看观察它 老师不让我们观察它吗 它的鼻其实是 亮的棕色的 耳朵也是亮棕色的 有点粉色 我把棉花糖和兔子都观察了 这是在家里面 其实真的每个家庭都可以做 就每个放大镜给它是吗 就选一个东西它可以看 父母可以从简单的入手 比如说什么颜色 形状 功能 有什么去构成的 然后再加一个 你看到这个东西 想象到别的 就够了 联想 对 联想类别的 但最基础的这些 一定要问到 它能答得对 有成就感的 要去观察 是不是给孩子多做 引发思维的问题 要不做选择题 是吗 不是 是有年龄段的 对 这有年龄段 三岁以前的时候 由于孩子的语言表达 能力还不够好 你让他这种开放性的问题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选择 OK 但是三岁以后呢 就需要更多一点 用开放性的问题 用开放性的问题 同学们 你们都观察好了吗 老师问一下 老师要问问题了 如果谁回答问题最多 然后答案是最对的 老师呢 就会给他颁发一个 勋章 首先呢 我们要有请天琪 来到我的身边 好 第一个问题 棉花糖是什么颜色的呢 我知道 什么颜色 是粉红色和冰蓝色 冰蓝色 冰蓝色 你知道棉花糖是用什么做的吗 是用一种棉花 外面套入一层皮 小朋友们有知道棉花糖是用什么做的吗 哇 我知道是用糖精 哇 喂 鼓掌 鼓掌 有没有别的小同学 想要问天琪关于棉花糖的问题呢 陈陈 为什么我们做的棉花是不能吃的棉花糖 但棉花又是难吃的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个是用羊毛做的 羊毛是不可以吃的 羊毛做的也是不可以吃的 不是羊毛 我爸是农村的 这种我以前去过农村看见棉花 棉羊和羊有区别吗 你又想想 我问错了 他完全是被气场给震住的 他本来可以回答出来的 对 他肯定说看见弹棉花的那个场景 那种棉花呢是植物 这个呢是糖 这个糖呢就可以吃 陈陈来吧 你知不知道乌龟的手 有几个手指头 他手放在底下 我看不到他完全的手指 是四指 是四指 对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一般的乌龟是前面两只手有五个爪 后面有四个爪 好 第二个问题 你告诉我一下 乌龟为什么有壳呢 乌龟有壳的话 他遇到危险就可以躲进壳里 来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乌龟的这个壳的纹理是什么样子的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纹理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纹理 他妈把一个给我讲过 纹理就是 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乌龟那个壳上的图案是什么样子 它是几块几块 上面还有四个条条 好 接下来还有一道问题是给小朋友的机会 好不好 我 天天 世界上最大的乌龟是什么龟 应该是海龟吧 不对 绿龟 我都没看过 怎么知道 你不去老虎摊怎么知道呢 老虎摊大连的老虎摊 你这太明显了 你这有一种大连旅游宣传大喜的这个感觉 你这宣传自己的家乡 最大的龟是相龟 杨杨 寒羞草是什么味道的 什么气味都没有 寒羞草在什么情况下 它会害羞 摸完了它会害羞 会合回去 那它是怎么长大的呢 它的根部吸收水 厉害厉害 对 太厉害 老师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寒羞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一摸它就会收回去 它会保护自己的根部 说得好 好 好棒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要问那个杨杨的 我 琪琪 以前没有根是怎么长出来的那条根 肿子可以发芽之后 浇完水就会出来根 那它是怎么发出芽的呢 浇水就会发出来 要是不浇水怎么能长出芽 不浇水不开场 能啊 不浇水不开场 不浇水能吗 能吗 只要下雨 哦 下雨 下雨 忘了忘了 吞下雨 忘了 让我再问它一个难度的 来吧 再难我也会 这个草为什么你摸它它又不会掉下来 因为你们又使得拽啊 使得拽啊 使得拽啊 那小兔子是什么颜色的呢 它是白色 小兔子的耳朵是什么形状的呢 别看呢 你现在关它什么 它是长长的 长长的啊 回答正确 那小兔子在行走的时候 是像我们走路一样呢 还是蹦蹦跳跳的呢 小兔子会蹦蹦跳跳 我还要考它一道一 好 好 它的鼻子的中心是什么颜色 鼻子是黑色的 黑色 在刚刚那一轮观察的过程中 好 然后回答问题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杨洋 恭喜 好 叛爬 属于你的小红星 非常厉害 掌声给它 好 上哪儿找的这些宝宝 天才宝宝们 这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蓝海老师 如果你发现孩子们有一些观察的习惯 或者有一些好的 那怎么样去让他们养成 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呢 其实观察它分两种 一种叫做长期观察 一种叫做短期观察 长期观察呢 父母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个植物 或者是动物 或者是一个可以生长的类别的东西 它可以产生变化的 让孩子每天他可以去看一看 是什么样子 短期观察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小游戏 比如说像猪丹 可能他在家里面先让孩子看它 我今天是这个样子 等五分钟 你可能会加一个耳环 加一个饰品出来 妈妈有什么变化 你出来 这是个全家人可以玩的小游戏 然后你还可以换过来 对啊 下次换个口红色号 妈妈有什么变化 然后你还可以让他去准备 你给他五分钟 你看看他在自己身上做什么变化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父母要给孩子时间 因为观察是需要时间的 他是否得到观察的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观察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重要的 掌声送给杨阳 祝贺杨阳在这一轮答题 当中获得了冠军 这样今天啊 我们是一个 让你们实现梦想的时刻 我知道天天有一个梦想 就是能够在问题进答当中 战胜杨阳 是 上次你其实输得很不服气 是 杨阳出了很多的问题 把你问倒了 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观察仔细 观察仔细 不是观察仔细的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得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比如说杨阳 因为跟着爸爸去过农村 看过这个农民伯伯种地 她知道很多植物是怎么长出来的 这是她的长项 你的生活经历一定会给你积累很多不同的知识 今天我们不光考植物方面的知识 我们还来考考其他的知识 我们看看今天天天能不能反败为胜 好 你们两个不用现在就这么细经吧 然然你想参加吗 我想参加 你想参加 那局势现在变成了三足鼎力 由于二毛年龄最小 你来当裁判 啊 裁判 给他们计分 用你的小脑瓜记下来 然后告诉我好吗 好 请问 第一题 天上的云是怎么形成的 开始 开始 天天抢到了 水蒸气 是由水蒸气形成的 水蒸气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云呢 热的情况下 再想想再想想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情冉冉 来补充 天气热的时候 就有大量的水分蒸发 蒸发到天上去便形成云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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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裁判已经说了 回答正确点赞 我都要扶我呢 你还抢先 要是谁要是谁说错了 我就不点赞了 对 好可爱 点赞 好可爱 接下来你作为裁判要记住了 天天和冉冉 她们每个人现在都是一分 记住了 好 杨阳几分 我不知道 天天是一分 冉冉现在也是 一分 对 接下来第二道题 请听题 太阳 今年有几岁 开始 冉冉率先举手 请回答 她觉得她一百万岁 我 杨阳 一万岁 有一千岁 我们来看看谁的答案 离正确答案 距离最接近 正确答案 四十五点七 一 一岁 冉冉 你的答案 距离正确答案最近 又点赞 你给谁点赞 她说的好 所以你认为冉冉哥哥说的好 对不对 冉冉哥哥刚才说太阳多少岁了 不知道 这二毛这个习惯也是她观察 然后生活中不断地一次次地形成的 对 很多孩子相处的时候 会把家里的一些习惯 带到他们的交集当中去 她跟姐姐之前互相点赞 是的 互相点 如果姐姐做什么事情非常好 来姐姐给你点赞 真棒 就会鼓励对方 对 这道题 给冉冉再加一分 加油吧 小裁判 记住 冉冉哥哥现在有两分了 天天哥哥现在是一分 杨阳哥哥现在是零分 还没得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冉冉哥哥 几分 不知道 还剩最后一道题了 加油呀 杨阳 请问 爸爸妈妈 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的 开始 我知道 杨阳回答 嗯 因为这个名字好听 还觉得废弃 天天 就是要是你的爸爸姓什么 我就得姓什么 那你的妈妈呢 她不姓我 为什么呢 因为要根据她的爸爸 我还没有找出来的时候 她们给我取了名字 等我伸出来之后我就 我就知道了 同学为什么知道我名字 是因为我告诉她们了吧 我里个亲 你这长大是当律师的料 逻辑思维极其清晰 关于这个问题 背后的知识面 可能就超出她们的范围 但是之前她们的回答 还基本都是正确的 尤其是冉冉回答得非常清晰 她不光回答了我的问题 而且把问题还扩展到了 日常生活中其他的场景里 掌声祝贺冉冉 冉冉今天 因为答对了最后一道题 而且答的比你们两个都要清楚 所以这一分加给冉冉 恭喜冉冉成为今天的答题冠军 好了 刚才我们的这轮对决 其实重点不在于最后谁得第一 而是在于你们又掌握了一些新的知识 我们还要看一看 你们在成长营 接下来的任务 跟我们一起按一下这个键 三二一 开始 你们知道什么叫水拓画吗 我知道 二毛说一下 是因为恐龙爱吃草 恐龙爱吃草 所以是水拓画是不是 二毛的脑洞好大 水拓画一定是有水 那今天老师就教大家如何在水上画画 非常神奇的事情要发现了 看 接下来老师要在这上面画画了 这是什么 蝴蝶 对 好 接下来老师画完了之后 就拿纸放在这个水墨画上 好 见证奇迹的时刻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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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呀 画不见 你看 你看低头看 画不见了 那画去哪了呢 等 天气做的 好不好看 好看 手别放 小朋友们就要开始画画了 期不期待 期待 期待 我要把它倒开行吗 给你 好的 鸡蛋 老师散开了 你看 你看 你看杨阳就弄得很好 那这边画一个人脸吧 好的 我可要小心点 可不能散 好 滴滴来了 滴滴来了 你弄太久了 他把握不了这个力度 他害怕 比较谨慎 对 你会看到有的孩子 他会很谨慎 但是你看 冉冉就会很小心 他就怕 这也是很多 知道的越多的孩子 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 所以他就有 会有一点点害怕出错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会害怕错 但害怕错 有时候会 就是失去一些尝试的机会 该怎么办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反思过来 在父母在成长当中 应该给孩子 特别地设计一些 是错的可能 或者是机会 故意让他们犯错 对啊 或者是说 让他比和自己厉害的孩子 在一起 他会去看 自己虽然错了 失败了 父母对我的评价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因为我们经常说 什么是安全感的时候 会说到一句话 叫做前后一致的爱 就是他做对了 或者做错了 我们对他的爱 是一致的 那这样的话 孩子就敢去犯错误了 那所以我们 如果一直表现出 爱是一致的话 他就敢于去尝试 反正失败也无所谓 对 特别是在他们六岁以前 不要太过于 关注那个结果 结果 而是他敢去尝试的 这个勇气 还没低下去 勇敢一点 加一点点力 勇敢急一下 对 二毛现在也可以 开始低一下 我的变证来了 我问了 哇 好劲气啊 你还要放点别的颜色吗 好 好了吗 哎 好了吗 哎 好啊 好啊 来 那接下来吧 老师看 哇 超像派 哇 超像派 好啊 他知道的词会量好大啊 对 对 这是超像派吗 我也不知道我要画什么 但是我确定可以画好看的 哎呦 这谁啊这么棒 我啊 OK 看谁呢 老师你看 哇 他这个好漂亮啊 真的 你有艺术 你有艺术天分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好 哇 我厉害我 厉害厉害厉害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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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姚怎么那么棒 怎么那么多 我要把它盖下去咯 我要把它 哎呀 看我的 哎呀 哎呀 哎 弄歪了 弄歪了我们重新来一张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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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都好漂亮 你们画的画都好漂亮 给我指 好好二毛我给你 哇 哇 很高 很高哎 好好看 这是大海 哦 哦 原来是大海呀 哇 哇 你这个真好看 你看我画的 我感觉我的也挺满意 我感觉我的满意 服的挺漂亮的 哎呦真好看 我真的不相信这是你们画的 因为画的太好看了 哇 给你们鼓掌给你们鼓掌 是我画的吗 好漂亮好漂亮 耶 我给你一份 哦耶 你得五分 我得一片 给你五分 给五分 你为什么会管那幅画叫大海 因为大海是蓝色的 蓝色的大海上面还有什么 有鸡鱼 还有鸡鱼 还有鸡鱼 还有一些小鱼 天天 你刚才说你的那幅画是什么派 超像派 但你的刚才那幅抽象派你想象的是什么呢 哎 是个女的 哇 是那样的 不是 那装是她头发的甩呀 甩呀 是一个女的在甩她的长发 是 那你觉得二毛画的那个大海是什么派的 我没画大海派 我没画大海派 我讨厌派 我讨厌派 什么叫讨厌派 我最讨厌了 你你最讨厌谁 我喜欢红色喜欢蓝 但是我讨厌派 你说的是那个吃的那个派是不是 不是 那是什么派 是一个原型的派 我讨厌 你讨厌派 好 二毛说了 它是讨厌派的 除了抽象派 还有什么派 波罗派 什么波罗派 那知道 人家说的可是可高深的是艺术的分类 我提示你一下 除了抽象派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像派 硬像派 对 抽象派 当然还有好多分类 以后长大 你如果感兴趣 你就慢慢去学习 去观察 去探索 好不好 好 把这个掌声送给我们的天天 他能说出抽象派 让我非常震惊 那我呢 那我呢 你画的大海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漂亮的一幅画 给我挤一个眼睛 小萨真的一直在震惊 我们其实也是 今天这一集真的是完全 因为他们在探索嘛 就是很震惊的 最主要连自己的妈妈都没发现自己孩子已经成这样了 就优秀成这样了 对 真的让我意外 也是 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给这个父母说 你们家孩子怎么样 从头到尾那个妈妈就嘴巴就张开 不对吧 她不是这样的 我说你再确认一下 她真的是这样的 就她在家里面有些行为她是收的 她在外面会更好的 她是这样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赞臣博瑞加油站 那么接下来呢 小树老师要为大家加上具有满满能量的美赞臣的奶奶 让我们发现惊喜好不好 好 来吧 我们开始吧 喝牛奶 喝奶喽 我们一起干杯好不好 来我们大家一起干杯好不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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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喝 好好喝 老师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四位小朋友 一年有几个季节 四个 四个 哪四个季节 春夏秋冬 好 那现在是什么季节呢 现在是春天 春天 为什么现在是春天 因为树叶都变绿了 对 它真的是百科全书有没有 好 我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来我们深呼吸 来感受一下春天是什么味道的呢 你刚才闻到的是香草的味道是吗 不是 不是 我刚才闻到的是小花 小花的味道 闻到的是我的味道 你甜吗 你香吗 你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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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说 现在是春天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老师发布的这个任务就是 让大家去找五个 跟春天有关的物品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什么是春天是吗 它就是把一个抽象定义 让孩子们用具体的事物去表现 哇 哇 这么 天呐 这么 太疯狂了 直接啊 这就是其中一个 对不对 对啊 你在那个幼儿园再待两天 那幼儿园变沙漠了 刚刚杨阳同学找到了 关于春天有关的元素 那小草能不能直接 就像刚刚杨阳那样 直接拔起来啊 不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也会受伤的 对 小草也会疼呢 对不对 杨阳不能直接拔 好不好 那大家赶紧去找 跟春天有关的五个元素 加油 好 出发 太太 我找带着什么 红色的 红色的 我找到这红色的月子 完美 完美是什么 完美是什么 完美就是完美 完美就是完美的 拿不到 完美的 完美的 完美好 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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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 产阳 看起来 是自己从那个顺便掉下 让我和可可捡的 拿了个花瓣 这个找得好 这个也有跟春天有关吧 偷偷地告诉你 可是 如果掉地上的全都是 这个算不算 不用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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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找吧 我要弄一下那些东西 掉下来了 谁要看蜂窝的这个 没有 我大了 这是一个大草人的头 这像不像帽子呀 这是大草人 大草人的头 恐怖片 恐怖片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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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孩子拎着个 稻草人的头 其实是个小鸟窝 树上面有 有好几盆花 好 咱把花盆 连同一起搭给老师吧 不成不是吗 这样小花既不会死 还可以长 这好像是雨带来的 可爱吧 拿了个花瓣 为什么有春夏秋冬 这四个季节 快 跟上我 我想要春天 我喜欢花 我想把那朵花送给妈妈 这段太好了 真的这段太美了 街头好美好 我偷偷地告诉你 可是 掉地上的全都是 好了 机器完了 有的时候真的希望 时间就停在这一刻 让这些孩子 永远沉浸在 他们最美好的 充满想象力的童年当中 今天他们所有 经历过的这一切 都会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 最美好的回忆 我没有想到 杨阳居然 是一个诗人 什么是春天 掉在地上的全都是 掉在地上的 全都是春天 永柳那种诗也不就是吧 什么 永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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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说的对那也是春天的诗 来背一下给我们听听 career cried tomorrow 永柳 可遍 刻枝叉 并虽传成疑蓄 苑来 万条追下 旅思汤 existing 快点儿 不知细业 谁才出二月 春风是剪刀 这就是春天 真好 这段拍得好好 海涛怎么都快哭了 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就在其中 然后看着这些孩子们就觉得 就是无忧无虑 然后他们在感知这个世界 你在旁边 你就会觉得有那种 陪伴的感觉和成就感 对 我自己觉得他们的眼睛 太开阔和太纯净了 当我发现二毛 是一个想象力 非常非常丰富的宝宝 二毛妈妈也觉得 哪些行为可能是 鼓励了她的想象力 就比如说去作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她有什么想法 我不去纠正她 就是陪着她就好 因为我觉得我不改变她 她可以发挥更大的创造力 再去鼓励她 她会跟我讲她说 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龙吗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个你都知道 你太厉害了 妈妈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对 就是大概鼓励 我觉得鼓励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这一句 你看妈妈都不知道 你知道 孩子会很享受这个成就感 接下来我们要 好 进行今天最后一次 问答时刻 请问宇宙到底有多大 我知道 它有这么大 它有这么大 好 宇宙就这么大 从哲学上来讲 它说的完全正确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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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和天空一样很广阔 你都看不到头 宇宙有很大很大 差不多有一大吧 地球跟宇宙谁大 宇宙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么大 你再想想 地球呢 这就改了 宇宙了 老师 接下来我们听一听 老师 老师 我的小朋友能坐我这儿吗 可以坐你这儿 你坐吧 坐吧 坐吧 叔叔坐一下你的座位好不好 我今天两次被你从身边赶走 好可爱 好可爱 然然 给我们宣布一下宇宙有多大 快坐下说 坐下说 宇宙无比大 无比大是多大 就是想不出来的无处大 你坐飞船的话 几天能够飞到边 不能 只有旅行者一号 穿过了我们的太阳系呢 宇宙中除了黑洞还有什么 还有天体 天体包括 时星 卫星 恒星 还有星星 对 二毛直接全部盖过了 你们脑海中想象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样 叔叔让你们看一看 宇宙有多大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月球 超大的 月亮 超大的月亮 哦呦 好多呀 水星 你看那是超大 木卫三 那个条 火星 越来越大 金星 这是哪个 地球 就是我们 organizations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哇 我都没去过呢 爸爸都离不上太空了 好漂亮 这是其他的宇宙 那是我说的星星 宇宙王 好美啊 这真是太美了 还有一个奥秘迪 等我们长大的时候 科学家还没研究出来 心情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说的好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这些秘密都留到未来 由你们去发现 好不好 好 你们要超过我们现在的科学家 给出他们今天还不能给出的答案 这就是你们的使命 好 你看看你们多幻快 超像派 这是一个甜甜圈 这个可是黑洞 让旅行者一号 穿过了我们的菜园戏呢 恐龙爱吃草 今天在我的眼睛里 肯定是小金银站里面 宇宙有很大很大 偷偷地告诉我 掉地和全都是 我长大之后想当航天员 风却黑洞 去那一个宇宙 长大了一个最新的恐龙 我长大以后想玩球杆 我长大玩过 鸡鸡手 金关键小猫 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特别好 我们从四个方面去看到一个孩子的探索 在这个里面 其实特别希望父母就掌握一点 在提供机会的同时 不要告诉孩子标准答案 这样才能给孩子一个更大的空间 还有关键词叫做装 一个要装什么 要装我不懂 让孩子满足他的那个成就感 比妈妈懂得多 第二个不要装 就是你不知道的 真的就说我不知道 而不要装说我懂 其实孩子一问 你就会很慌 我一直想到一句话说 从出生的孩子来看 他的世界很小 因为他一睁眼 可能先看到的是爸爸妈妈的脸 但是对于孩子 也可能世界非常非常大 因为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那作为爸妈妈应该做什么 是微微地让开一点点 让他透过你的引导 去看这个世界 这里是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 美赞成博瑞独家冠名播出的 童言有剧 这是第二季 这么好看的节目 你会错过吗 爸爸妈妈一起看起来 下周再见 这是我们的新的小朋友 叫小琪 她是小琪 小屁吧 小琪 小屁是小屁 是不是要欺负女生了 不是 怎么 打谁 她欺负女孩子 布学 宣纯完了 布学 宣纯完了 布可玩 布学 宣纯完了 布小堂 重蚕 布可玩 你觉得哪个同学可以帮助你 那个 什么欢 那个 欢欢 对不对 欢欢对不对 好 好 好 欢欢 萱萱点名需要你的帮助 寻规 和广 fake 天奇怎么哭了 千万不要 觉得孩子永远都是快乐 孩子也会有情绪低落 也会有感到孤单的时候 只是我们成年人 可能忽略了这一点 我会陪着你的 我也是 别难过 我会是一个好朋友的 放心啦 我会保护你啦 只要你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去和别的人沟通 你就能战胜孤单 所以让孩子 学会面对孤单 学会战胜孤单 甚至学会享受自己 和自己独取的时刻 也非常重要 本节目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 美赞陈伯瑞 独家冠名播出 好像是弹珠 弹珠就是可以 蹦蹦跳跳的那个 寒羞草 一摸它就收回去 最神奇的东西 是宇宙里的秘密 宇宙太大了 我就感觉很神奇 我想发明飞机 飞机 什么气人 说小气 因为我说小 还想去玩具直升机里面看看 我就想发明宇宙飞船 因为宇宙飞船 也可以飞到海空宿 嗯 经过 我未来最想做太空园 因为做太空园 我们可以坐宇宙飞船去月球 空出太亚宇 空出宇宙 空出宇宙 媒体鸣谢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备态厨房 动途宇宙 感谢 凤凰网娱乐 人民网娱乐 中国网娱乐 环球网娱乐 北京网 中华网 红网 亚洲娱乐网 中国娱乐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北方网 东方娱乐网 热点文语 焦点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